同志们 全国抗争旧灾 总结表彰大会 现在开始 请全体起立 唱国歌 唱国歌 请坐下 今年5月12日 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破坏性最强 波及范围最广 就在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灾害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立即做出部署 迅速成立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受在省市 及中央各部门紧急启动应急预案 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 和公安民警 冲锋院 冲锋在前 医疗卫生人员 新闻工作者 科技工作者 齐心协力 灾区广大干部群众 奋勇自救 全国各地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以及社会各界 全力支援 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踊跃捐款捐物 港澳台同胞 海外华人华侨 慷慨解囊 国际社会 纷纷积极事远 形成了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 强大合力 有力 有序 有效地展开了 气壮山河的 抗震救灾斗争 取得了重大胜利 谱写了中国人民 自强不息 团结奋斗的 壮丽篇章 涌现出 一大批 可歌可泣 感天动地的 英雄事迹 和模范人物 展示了 党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 帮助 今天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隆重召开大会 全面 总结抗震救灾工作 表彰 全国抗震救灾 英雄 机体 和抗震救灾 模范 部署 地震灾区 灾后 回复重建 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任务 出席今天大会的有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胡锦涛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吴邦国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 贾庆林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昌春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强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 贺国强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 国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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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央军委委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负责同志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同志 中央管理的部分企业主要负责同志 全国抗战救灾英雄集体代表和抗战救灾模范 以及各方面代表等 现在请李克强同志 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关于表彰全国抗战救灾英雄集体和抗战救灾模范的决定